富丽香农会在罗山展授中心旁举行了 道浪私厨幸福开宴富丽农村稻田餐桌活动 安排美好体验收获庆典 稻田餐桌特色美食料理音乐饗宴 非常的热闹 富丽香农会6月30号在罗山展授中心旁边 热情举办道浪私厨幸福开宴富丽农村稻田餐桌的活动 安排了美好体验收获庆典 稻田餐桌特色美食料理的音乐饗宴 道浪私厨幸福开宴富丽农村稻田餐桌活动 晚上6点开场 首先是农会同仁以及总干事上菜秀说菜 说明稻田餐桌的特色与菜单的安排 具在地的农村特色 那主要我们办这个稻田餐桌的四厨料理 主要就是要把富丽所有在地最好的食材 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浪漫的稻田当中 刚好是我们富丽在收割的时候 刚好可以闻到我们土地的香味 稻米的香味 然后在这个天然的美景之下 享受富丽在地的美食 这是一个很不同的一个体验 一道道梦幻佳肴在田野间上菜 让在地食材也可以华丽变身 并在稻田餐桌上尽情奔放 再加上莫言跟大军的音乐饗宴 让宾客们如痴如醉 农会已然让参与的宾客 留下永远难忘的恋恋香情美好的回忆 接着高雙雙不理箱采访报道